一顆跟一顆金 熟的爆米花不斷拾出來 這是大人跟小孩都很耐吃的食物 甚至就有一位藥者每年里長坐都會準備爆米花 本身給朋友的學校 希望讓小孩有一個難問的會議 去年青幾百 幾十幾斤 今年二十斤後 買到兩千百 我想說 做生理 小孩比較介意 就讓小朋友和同學 藥家表示 本身爆米花的數量一年比一年更多 范圍也越來越看 若是沒有拿早做準備 一個人就做不去 所以對現在就都會慢慢準備 譬如小孩在立東再來搞 又想不到禮物 以前小孩 看起來多幾個都會 三個都想要爆 真小孩不看到那一半 鐵輪 二十斤後 五小孩 每個兒童節 收到一個禮物 冰箱是藥者的很新工藝 若在立東坐 本身爆米花 讓學生享用 它們都會用爆米花 鼓來學生 農力學士 用工特色 這個生技 在得很多 素心和家庭的合併 用爆米花 分享幸好的 滋味 給大家 相當的不簡單 我們看新聞來的 學家 彩虹報道 我們看新聞來的 學家 彩虹報道 現在來自家 彩虹報道 一會兒 anchor 彩虹報道 但一會兒 強帯那我看